升降功效,一提神醒脑,增进食欲,主要由于肝中含有的姜醇,姜溪,水浅溪,柠檬圈的油性的方向会发油,所以具有兴奋神经,提神,排汗降温,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,可以有效缓解疲劳无力,眼食,倦怠,腹肠等症状,同时升降含有着健脾异味,增进食欲的作用。 夏令气候炎热,唾液,胃液的分泌会减少,因而影响人的食欲,如果在吃饭时食用几片生姜,会增进食欲。 二、开胃健脾,防暑就急,夏天由于天气实在是炎热,人们都贪量,空调一开就是一宿,温度还很低,要么对着空调吹,这样就很容易受凉,引起感冒风寒等等。 这个时候吃点生姜片,或喝点姜糖水,可以有效帮助肌体驱寒。 夏季中树不醒人事时,用甘汁一杯冠下,能使病人很快醒过来。 对一般熟悉热,表现为头昏,心肌及胸闷恶心的病人,使得吃点生姜干大有弊异。 我国传统的防树中成药,人丹,里面就含有生姜的成分,目的就是吃风间为何提神行脑,砍到姜有这么多好处,大家是不是也动心了呢? 然而又回到最初的问题,吃生姜到底要不要去皮呢? 到底要怎么吃姜才能达到最佳效果? 吃姜到底要不要去皮,中医认为,生姜微信、性温,具有方汉结表,只有杀菌的功效,而生姜皮微信、性凉,具有利尿利水的功效,因此就有了留姜皮则凉,去姜皮则热的说法。 这么说来,生姜的皮和肉是一对阴阳,理解了这个原理,你自然就知道什么时候去皮吃,什么时候应该带皮吃了。 生姜去皮的情况,一皮区的人群,吃姜最好去皮。 二刚刚吃过含粮食物的话,比如刮果类,吃姜最好去皮,可以平衡掉粮性食物的含性。 三感冒风寒时,吃生姜最好去皮,生姜不去皮的情况,易水肿时,吃生姜不去皮,因为将皮有利水利尿的作用。 二如果有便秘,口臭等,最好单独使用生姜皮。 一早晨吃生姜最佳,中医认为天人相应,白天阳气旺盛的时候应该多活动,而五性质的药物吃下去就可以帮助阳气生饭, 可以摄人适当的阳性温性食物,例如生姜等。 晚上阴气逐渐旺盛时,阳气就要收敛起来。 这时如果摄人过多的温热食物或补品,会影响睡眠,影响身体和称带气,对身体有害。 因此通常情况下,白天之将有益,晚上则不宜吃姜。 二因虚火旺者,不宜长期食用生姜,反属因虚火旺者,或患有肺炎,肺结核,胃溃疡,胆盲炎,肾女肾炎,糖尿病,痴疮, 以及下劲好发的结窗,肺子等病人,皆不宜长期食用生姜。 三,暑热感冒和风热感冒不宜用生姜。 从治病的角度看,生姜红糖水只是遗余风寒感冒,或淋雨后的胃寒,发热,不能用于暑热感冒或风热感冒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